观众屏幕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一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 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一篇观点文章 作者是非常著名的中国政治问题观察者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霍尔布兰迪斯 他介绍在一九四八年杜伦门总统的外交官找到斯大林的代表 提出要讨论美苏之间的许多分歧问题 而当时苏联的独裁者只回应了一句简单的哈哈 四十年的冷战随之而来 文章表示这个月早些时候 当美国和中国官员在阿拉斯加会面变成了电视直播时 这个情节似乎有了新的共鸣 这一场冰原角力标志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 不会有重置复位 一个高歌猛进的竞争期已经到来 但是冷战历史表明 如果美国官员将谈判视为竞争的工具 而不是取消谈判 外交仍然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作者介绍即使是在斯大林的拒绝之后 外交也是冷战的固定环节 每位总统都与苏联至少举行一次峰会 两个超级大国就均被控制条约 前线国家中立化甚至是核不扩散 和根楚添花的合作进行了谈判 非正式的讨论帮助结束了朝鲜战争 缓和了危机 并使得紧张局势得到了控制 在冷战末期 里根布什以及戈尔巴乔夫都进行了持续 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 外交往往在最有用的时候最困难 从理论上来讲 对正在加速的竞争施加外交限制的最佳时机是在竞争开始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冷战黄河是在几次近乎灾难性的碰撞 尤其是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 这让超级大国看到了无限征的竞争 可能导致的核地域之后出现的情景 今天在阿拉斯加的激烈交锋以及在西太平洋的举动 节奏加快暗示着在台湾海峡或在南海的道路规则建立和紧张局势缓解之前 我们可能面临一个可怕的危险期 其次外交如果发出错误的信息会适得其反 艾森豪贝尔和肯尼迪曾经试图说服赫鲁晓夫 他们决心避免核战争找到和平基础 但是赫鲁晓夫听到的信息却是西方国家害怕对抗 这鼓励苏联人更加变本加厉 结果是和边缘主义时期 这有助于沉淀战后时代最危险的危机 柏林然后是古巴 拜登团队似乎明白这个教训 不寻求在阿拉斯加重启外交 并尖锐地指出中国的行为与美国利益冲突的地方 大概是为了确保北京不会误解这一次会议 表示华盛顿对竞争的承诺出现动摇 第三以实力求和平不是老生常谈 美国首先须巩固其地缘政治地位 然后利用由此产生的筹码 以有力条件谈判达成协议时 美国的表现最好 一九五一年华盛顿稳住了战场后 斯大林才同意最终结束朝鲜战争的谈判 八十年代里根通过首先向西欧部署数百枚弹道导弹 里根通过首先向西欧部署导弹 获得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核裁军协议 忠诚和力量条约 谈判成功的关键是向对方表明 除了协议之外还有更糟糕的东西 最后外交不是竞争的替代品 而是更有效的宿主与竞争的手段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 苏联力量崩溃 谈判无法超越研发冷战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 然而外交可以减少竞争的财政成本和军事危险 可以向美国公众和盟友保证华盛顿真诚寻求和平 使他们更有可能继续支持发动冷战所需的投资 外交还可以在美国战略疲惫的时刻创造急需的停顿 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三位总统所遵循的缓和政策的优势 政策的特点是军控谈判和其他缓和美苏竞争的努力 这一政策没有根本改变冷战 但确实为华盛顿在越南战败后赢得了短暂的喘息机会 而其最终的失败以一九七九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告终 这有助于说服美国和欧洲公众在八十年代重新致力于遏制 这段历史对美国今天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预计短期会出现危险期 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挑衅坚持立场 最终可能会产生清醒的意识 从而开展更具建设性的外交 但是在这期间追求宏大的讨价还价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最终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狭窄但重要的领域 比如气候 在这些领域交易性的合作是有可能的 通过强化联盟投资于地缘技术以及政治竞争 美国可以建立优势地位在未来获得外交红利 文章认为最重要的是外交应该被认为是一种竞争工具的一部分 管理关键的外交和政治联盟使竞争成本风险可控 并帮助美国坚持基本的竞争战略 使其长久发挥作用 最后作者写道阿拉斯加的冰冻外交不意味着中美外交的结束 但他提醒人们必须像看待中美竞争的任何其他方面一样 对待外交无情而现实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媒体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彭博社的报道 中国抨击外国记者俱乐部是非法组织 此举扩大了对报道与政府官方路线不同的记者的攻击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周四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发布会上表示 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是没有是非观点缺乏原则的 他声称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是这一家名为FCCC的成员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西方记者 他说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应该感到幸运 虽然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宣称外国记者俱乐部FCCC是非法的 但是整体的斥责比过去更加严厉 在习近平之下中国对境外记者的批评变得更加尖锐 尤其是在中国回击西方对在其新疆活动批评之际 政府的发言人现在经常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批评记者 说他们缺乏可信度或抱怨他们在西部地区使用集中营这个词 政府坚持让他们将其称为职业教训培训中心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指责中国在新疆 关押了多达百万名穆斯林维吾尔族人并强迫工作 北京势口否认指控 称其是在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并提供就业机会 此前BBC的驻华记者沙磊最近一位报道受到政府批评 由于担心个人安全离开北京前往台北 BBC新闻组在声明中表示 他的报道曝露了中国当局不想让世界知道的真相 而中国官方支持的环球时报则将沙磊的工作定性为有偏见 说从污蔑中国是新冠病毒的原产地 到声称新疆的棉花被污染 沙磊今年参与了BBC许多攻击中国的臭名昭主的报道 北京去年又将大批外国记者赶出中国 称大部分驱逐行为是为了回应美国对中国记者的限制 今天我为您关注到的是跟美国政治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国会山报道 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他对川普政府没有成功 让朝鲜放弃核武器感到遗憾 在周四发布的保守派播客节目的采访中 这一位被认为是二零二四年前在的总统候选人的蓬佩奥 反思了他在二零一八年对朝鲜的访问 这标志着美国对这个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流氓国家和泛有可怕 侵犯人权行为国家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变 当时公布的旅行照片显示 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蓬佩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握手 当时美国高级官员的亲自出访让世界感到震惊 这次会面被认为是对美国长期以来孤立朝鲜 不给予国际高层承认政策的重大转变 而蓬佩奥则说他此行是为了给几个月前升温的局势降温 前总统川普曾经警告 如果平壤威胁美国他将非常火冒三丈 蓬佩奥回忆说 我们试图将紧张局势降温并创造一个可以进行理性讨论的局面 总统准备考虑是否适合举行峰会 而川普和金正恩随后亲自进行两次会晤 但两次峰会都没有能够实现朝鲜的无核化 蓬佩奥表示我很遗憾我们没有取得更多进展 我们说服他不要进行更多的核实验和更多的远程导弹实验 但是我们没有能够让他放弃核计划 但你知道我们让三个美国人回来了 蓬佩奥还回忆说当我成为中情局局长时 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在一架飞机上在黑暗中旅行 降落在平壤的一个简易机场去见金正恩 他犯下了最可怕的反人类罪行 我有几个月的时间来准备 但是没有什么能够让你完全准备好去哪里 美国现在与朝鲜的关系仍然是危险的 平壤保持着核武器能力 并威胁可能对美国和太平洋盟国进行打击 拜登总统表示他认为朝鲜是外交政策的首要问题 但平壤拒绝了他的政府进行外交谈判的尝试 在上周进行弹道导弹发射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 拜登总统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导弹发射违反了联合国决议 盟友正在协商如何应对 并警告不要进一步升级 而再为您关注到的是跟香港有关的消息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还有民主之父之称的资深大律师李祝敏等七位人物 因为丑办前年八月在港澳委员举行的流水式集会 在今天被裁定阻止和参与非法集结 除了黎智英还有社民连前议员梁国雄两个人 因为涉及其他国安法罪行还需还押外 其余五人可以获得保释出外 等候十六日判刑 本案的其他被告还包括支联会的主席李卓仁 民主党前主席何俊仁 工党前副主席何秀兰资深大律师吴爱宜等人 同案两位被告早前分别承认两项和一项控罪 法庭中午仍在处理 根据案情九位被告在二零一九年八月十八日 在港岛组织以及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公共游行 被指控违反了公安条例 律师早前在庭上争辩 被告当日在维员集会获得警方批准 只是因为人数众多而带领集会者向中环方向离开 协助疏散集会人士不是游行 当日的集会主办方称有一百七十万人参与 而当日之后警方在未批准游行和集会许可 法庭裁定七人罪名成立 控方反对所有被拷保释 辩方反对认为本案没有暴力冲突 而法官最终裁定除了黎智英和两国熊外 其他人继续保释 但期间不得离港 并需交出所有旅行证件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奥运会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韩国首都首尔在周四方面表示 已经向国际奥运会提交了一份与朝鲜平壤 共同主办二零三二年奥运会的提案 以争取在布里斯班虽然已经成为领抱者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希望 国际奥运会自建已经选定澳大利亚城市作为举办奥运会的首选合作伙伴 而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在二零一八年底的平壤峰会上曾经同意联合举办奥运会 但是自从二零一九年金正恩与时任美国总统川普峰会 未能就朝鲜无核化达成协议后 双方关系又出现了恶化 文在寅曾经提出要在举办峰会问题上发挥调节作用 首尔表示主办方最终还没有确定 他提交的提案提出了名为超越界限走向未来的愿景 当被问及平壤是否有意愿时 有一位政府官员表示提议是结构内部会议的结果 负责朝韩事务的统一部将寻求与朝鲜进行讨论 同一部官员表示提议是突出为朝韩双方举办活动意义深远而采取的重要行动 韩国表示希望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重振两国关系 但凭让几周一直保持沉默似乎否认重启会谈的可能性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二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在获得美国邀请参加全球领导人气候峰会一周之后 北京表示现在仍然在考虑是否参加 这凸显了在与华盛顿打交道时北京面临的挑战 分析人士表示 在周四中国外交部的回应凸显了北京现在的政治困境 北京曾寄希望于通过气候合作重启以深陷困境的双边关系 拜登总统是在三月二十六日发出的正式邀请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表示 北京尚未决定是否参加这个四十多个国家领导人的聚会 她表示我们已经收到邀请正在仔细研究 她说中方将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愿意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而同时观察人士表示 华春莹的言论似乎表明 北京既要兑现去年做出的雄心勃勃的气候承诺 更重要的却是要在与拜登政府的合作和竞争之间找到平衡 现在中国临临困难 北京的分析师表示 尽管最近几周来两个敌对大国之间因为意识形态分歧 以及中国在新疆和香港的作为而发生了争吵 但习近平几乎肯定会接受邀请 文章引述人民大学的美国事务专家石英宏说 虽然拜登的邀请不应被解读成为白宫的史序曲 但是中国会参加这个虚拟的多边峰会 这几乎是肯定的 他表示美国重新承诺加入巴黎协定之后 拜登政府如果争取不到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和能源消费国 就无法在全球变暖问题上重获世界领导地位 此外拜登上任后也明确表示 中美之间除了竞争对抗还会有合作 而气候变化也被政府高官挑出 成为双方最有可能合作的领域 文章引述专家表示 北京在接受邀请时犹豫不决 更有可能是担心自己可以给对方带来什么 他表示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考验 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在中国 是否已经准备好加倍旅行去年做出的碳中和承诺 在去年九月 习近平公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到二零六零年实现碳中和 让整个世界都感到惊讶 习近平的这个举动将使中国这个以赖煤炭 并且十分关注增长的经济体 在二零三零年达到峰值 短短三十年之后就要将碳排放净额降至零 人们对其可实行性表示怀疑 但同时也表示欢呼 而文章作者认为北京在峰会前或峰会期间做出的任何承诺 对于全球气候以及中国国内环保都意义重大 他表示如果中国决定向拜登献上新的大礼 应该会对中美之争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因为这将有助于拜登说服其国内批评者 与北京仍有合作空间 如果北京选择不这样做 很难看到气候还可以在缓和紧张局势 促进合作发展方面发挥有意义的作用 而专家建议中国可以出台一个绝对的碳排放目标 或者是提出削减中国国内和一带一路倡议相关项目中 有关于新建煤电厂的公共财政 虽然两个提议都会产生经济影响 对于中国国内来说也是挑战 但专家表示提议可以实现 并且可以让中国占据制高点 特别是道德的制高点 因为中国已经满足了美国欧盟和全球气候组织的一些关键的要求 但是也有人提出质疑 表示煤炭仍然是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的主要目的 拜登政府承诺逐步取消海外化石颜料 给日本等一些国家也带来了压力 中国做出这样的承诺让人感到意外 但是同时也让人感到很开心 但是文章引述石英宏的观点认为 即使北京和华盛顿决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实质合作 也不大可能改变两国关系的下滑趋势 没有办法真正意义上扭转双边关系 因为这种合作将不可避免地在世界舞台上加紧两国争夺威望和影响力 并且与全球智力争夺权利地位交织在一起 在紧迫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问题上 尽管大家都关心气候变化 但是仍然优先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一篇文章 文章介绍中美在阿拉斯加激烈的外交交流几天后 两国高官飞往世界各地加强与他们认为站在自己一边国家的联系 比如王毅在三月二十四日动身开始中东六国之行 而国防部长魏凤和则通过精心选择的行程发出了最强烈的信息 在周五他在贝尔格莱德会见了塞尔维亚总统吴七奇 在检阅了塞尔维亚部队寒暄了一番之后 他感谢塞尔维亚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 之后魏凤和又告诉吴七奇他当天早些时候去了一个特殊的地方 魏凤和说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允许这样的历史重演 这指的是一九九九年五月七日晚 作为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斯拉夫行动中对贝尔格莱德进行空袭的一部分 一架美国飞机意外轰炸了中国大使馆 造成三位中国记者死亡 魏凤和参观了使馆救治并向死者表示哀悼 同时他特别强调中国完全有能力有决心捍卫国家主权 日经亚洲评论记者评论道 中国从未接受美方有关于轰炸是错误的解释 即使是在二零一三年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后 中国媒体仍称这是蓄意爆炸事件 在二十年后中国的反美情绪再次泛滥 从三月十八日的阿拉斯加会议之后 社交媒体上狂风暴雨时的攻击就可以看出 但是至今中国国内还没有发生高调的反美示威 回顾一九九年的示威活动是如何组织起来的 或许可以找到原因的线索 有一位北京大学时任学生会主席助理叫做程春华 他当时是使馆抗议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当时他在接受采访时对日经记者说 一九九年的使馆爆炸案在中国引发了当时的大学生的不满 而爆炸事件一公开 校园里许多举行抗议活动的势头就越来越大 有些人已经前往现场了 他说我本能地认为当局包括警方会批准这样的示威活动 所以通过学校申请组织 他说如我所料北京市政府很快就给我开了绿灯 安排了五辆开往使馆区的大巴士 在八九年天文广场的抗议中 北大曾经发挥了核心作用 而由于对那一场血腥镇压的记忆犹新 中国当局的首要任务是防止抗议失控 因此对他们来说有序的爱国主义爆发是可以接受的 早在一九九年美国和中国在军事和经济力量上就有天壤之别 学生抗议者举着横幅 上面写着不要侮辱中华民族类似口号 这表达了他们羁押情感的爆发 但是今天中国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同 现在拥有了反击的砝码和筹码 上周的外交访问似乎就是中国展示影响力的一幕 在中东王毅以世界第一大能源采购商的身份对主人说话 而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 魏凤河则提议扩大军事交流 在北约观察园中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而中国的疫苗也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弹药 在国外外国服装公司因为批评中国在新疆的行为而面临巨大的压力 中国的制造和消费市场却成为了重要的武器 在各大购物网站上现在没有办法找到H&M的产品 显然是因为这一家快时尚连锁店 过去曾经发表声明 宣称不会与在新疆经营工厂的中国公司进行贸易 而大规模的审查运动也波及到了其他服装零售商 包括耐克和阿迪达斯 中国演员和名流纷纷加入批评行列 终止与H&M、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时尚品牌的代言和赞助合同 名人发表声明说不能容忍任何抹黑中国的行为 这些言论让人想起一九九九年学生抗议 喊出的不要侮辱中华民族的口号 在电商时代突然强硬的封杀网购 相当于在当年闹市区封锁通道进行示威 阿瓦斯加会谈之后 中共喉舍人民日报下属的一家社交媒体就以一百二十年前中国北西方列强践踏的历史为有刊登两张照片 其中一张是一九零一年与八国联军签署的义和团议定 另外一张则是阿拉斯加会谈的照片 信息非常明确 历史不会重演了 由于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国政策 中美两国是可以平等的叫板对话的 二十世纪末 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前的示威活动中有学生勾喊 中国在未来某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当时看起来只是空想 但是现在在中国人看来这样的地位已经触手可及 中国目前没有发生反美示威 这可能反映了中国已经积累的信息 街头示威毕竟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站出来对抗强者的一种方法 今天的中国民众并不觉得有必要使用这种方法 他们真的觉得自信觉得自己控制住了病毒 觉得自己的经济率先重回增长轨道 但中国面临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批评 这也是事实 尤其让北京感到麻烦的是 欧盟决定与美国站在一起 中国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在网易东欧之行之前 习近平在二月九日突然出现在中国和十七个中东欧国家领导人的十七加一网上峰会上 而长期以来中国参加这个对话代表一直是总理李克强 习近平主张加强中国和东欧和巴尔干国家的关系 这是对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试图建立反制中国国际联盟的反制措施 而对此日经亚洲评论记者认为以中美为首的阵营之间的对抗要继续加剧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企业相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消息是透露对于私募股权投资者来说 自己跳动的估值正在接近四千亿美元 这一家短视频分享应用的中国投资者 巩固了其在全球科技独角兽中的领先地位 之前是透露 由于正考虑为TikTok的中国铜板公开上市 这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初创企业在私人市场的市场一直在膨胀 根据分析公司的数据 最新的估值接近四千亿美元 如果得到确认几乎是字节跳动 在二零二零年三月C轮融资之后 一千四百亿美元估值的三倍 消息人士表示在三月份即将迎来九周年生日的字节跳动 也一直在提出以折扣价回购离职员工的股票期权 表示字节跳动较小的竞争对手在二月上市以来 在港股市场上的表现提振了自己自身的价值 路透本周还有报告说 字节跳动在员工股票回高中的估值已经跃升至三千亿美元 虽然字节跳动没有立即公开确认任何上市计划 但是他最近从智能手机制造商小米聘请了一位高管 来弥补其新设立的首席财务官职位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四月一日 这里是华尔街王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美关系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福克斯的报道 众议院共和党高层呼吁国务卿布林肯 要求中国对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在周二晚间发出的一封信中 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印第安那州的众议员班克斯 表示布林肯应该承诺惩罚中国在疫情中的作用 并反问他为什么还没有这样做 班克斯敦促美国国务院向中国寻求赔偿 并将此案提交给涉载海牙的国际法院 班克斯的信是在世界卫生组织有关于冠状病毒起源的报告发表之后所发出的 报告表示病毒最大可能是从一种动物传播到中间宿主再传播给人类 白宫方面谴责报告称其缺乏透明度和关键数据 而新闻秘书萨吉在报告在周二发布后表示 这仅代表了部分不完整情况 拜登政府批评中国不愿意彻底调查病毒是否从武汉实验室泄露 自从疫情以来一直有人猜测这种可能性 目前疫情已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二百八十多万人死亡 全球感染人数超过一点二八亿 班克斯写信给布林肯说 中国必须为美国人承受的负担和代价买单 他们在这一场大流行病中扮演了角色 他继续补充说防止另外一场大流行是我们共同的目标 但在中国继续对世界撒谎并加剧了当前大流行的严重性之后 给中国逃避只会让这个目标更难实现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人还向国务卿追问 美国是否会对中国试图掩盖疫情 或传播有关疫情的虚假信息行为进行制裁 班克斯指出中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继续宣传围绕疫情的虚假和错误信息 中国政府的发言人赵立坚转移了记者有关于中国在病毒来源方面透明度的问题 他反而问道什么时候要邀请世卫组织的专家到美国进行追踪访问呢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外交有关的消息 中国外长王毅结束中东六国行程 又与亚洲五国外长进行会晤 在今天四月一日王毅与马来西亚外长西沙姆丁会晤 而西沙姆丁表示你永远是我的大哥 近日王毅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外长将集中进行互访会晤 中国外交部官方宣布周边国家外长到访体现出中国同邻国越走越近的深厚情谊 在今天王毅在福建南平会晤了马来西亚外长西沙姆丁 其中特别强调聚焦推动跨境旅游加强疫苗合作等议题 并签署系列协议 根据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 期间两国外长达成了多点共识 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继续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等 而在谈及缅甸局势时 两国外长各自交换意见 中方呼吁保持克制 表示中国继续支持以东盟方式劝促和谈 而根据来自凤凰网的报道 在随后的记者会上西沙姆丁两次用中文来表达与中国之间的友情 开场白石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在结束时他用中文说你永远是我的大哥 而在场的王毅则以我们是兄弟回应 此前王毅也是在福建武夷山会见了新加坡外长维文 表示世界走向多极化 国际关系应该实现民主化 当时特别强调的是反对疫苗民族主义防止出现疫苗鸿沟 而中国方面表态乐见支持东盟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以东盟方式为推动缅甸局势指论回本发挥积极作用 新加坡方面则表示希望缅甸停止暴力 开展对话实现和解 在明天韩国外长郑益荣将到访中国 并计划在三日在福建厦门与网易会晤 韩联社分析表示中方获借郑益荣访华之机释放信号 劝输韩国与美国保持距离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社会有关的新闻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在三月三十一日的报道 中国大陆有一位00后网络红人叫做刘长江 近日解除年薪六十万人民币的工作 又卖掉了四十万元的新跑车 要加入解放军做海军陆战队战士 这样的事件被中国官方媒体广泛报道 据相关消息 刘长江出生于二00兵年 是湖北恩师春季入伍的一位新兵 同时也是在读大学生 而同时他是中国的一位健美冠军 也是国家级营养师 又是一位普拉提教练 在二0二0年他和经纪公司签约在网络走红 现在粉丝有至少十万人 据说年收入超过六十万人民币 此前刚刚买下跑车 根据来自中国官方媒体的各种消息 刘长江的父亲就是一位军人 而刘长江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从小听着军人的故事长大 比做网络红人成为军人是更有价值的人生选择 他还说参军光荣永不后悔 我毁约在先要赔公司钱 把车卖了去赔钱 虽然损失了金钱 但心甘情愿 但是这样的消息被当作正能量传播之后 却又出现了小插曲 根据来自香港媒体的报道 有网友发现刘长江曾经在推特上面出售自己拍摄的同志性爱视频 而这样的事件曝光之后 刘长江的微博账号清空全部贴文 中国官媒此前有关于刘长江的宣传性报道也陆续下架 截止目前新华社的原报道在网络仍可看到 最后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媒体方面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BBC记者沙磊 最先发表在BBC网络上有关于个人经历的一篇文章 在这一篇文章中沙磊写道 当我的家人争先恐恐地赶忙机场时 由于最后一刻收拾行李我们迟到了而且毫无准备 我们在家门外便被便衣警察盯上 他们随后跟踪我们到机场并跟踪我们办理登机手续 一直到最后中国的宣传机器一直在开足马力 否认我在中国面临任何风险 同时又把这些风险说得非常清楚 外交部说他们不知道沙磊受到任何威胁 共产党控制的环球时报这样说 除非他可能因为他的诽谤性报道而被新疆起诉 其他的都没有 沙磊写道这种言论的寒蝉效应在于现实中的法院系统 就像媒体一样是作为共产党的延伸而运行的 独立的司法机构这样的想法被斥为西方的错误观念 沙磊回忆外交部对我继续进行攻击 在周四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利用外交部讲台 批判了他所说的BBC假新闻 他们播放了我们最近就大众汽车公司决定在新疆精灵汽车厂一事 在中国进行采访的视频片段 暗示这引发中国人民愤怒 当然这是一种不大可能的说法 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我们的任何报道 而我们的报道早就被封锁了 虽然这一切让我的职位陷入了坎坷不安的境地 但值得怀疑的是我并不是唯一一人 我只是最近一长串外国媒体人离职事件中的最新一个 而这也是中国对全球思想和信息空间发起更大战争的一部分 沙磊写道 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曾经在一次敦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演讲中表示 经济自由创造了自由的需求 而自由的需求创造了对民主的期望 当我在二零一二年开始在这里工作时 这是一种闪光的假设 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 它也会越来越自由 还可以经常在新闻分析和学术界对中国的讨论中听到这种看法 那一年我到人时恰逢一个事态发展 习近平成为了中国最有权力的人 他成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 虽然多年来全球贸易格局的巨大转变无疑也改变了中国 掀起了一股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旋风 但是这些对民主的期待似乎比任何时候都要更遥远 习近平利用中国本已僵化的政治制度加强了对社会几乎每一个方面的控制 而现在他没有结束的任期 媒体格局成为了决定性的战场 据说是高层泄密的九号文件 很早就确定了这一场斗争的主要目标是西方价值观 包括新闻自由 而BBC的经验证明任何揭露新疆局势真相 质疑中国处理病毒起源的外国新闻 或者是向反对中国对香港专制计划的人发生 都将被置于火线之上 在我离开之后 中国的宣传公式仍在继续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社交媒体正在被广泛使用放大这一信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在中国的外国新闻空间日渐萎缩的同时 中国共产党却在海外媒体战略上投入巨资 充分利用自由开放的媒体的便利条件 正如澳大利亚一家智库所记录的那样 中国的战狼外交官在多个平台上采取密集的协调的政策 发动狂热的推特风暴抨击外国报道 但同时却拒绝本国公民进入这些外国平台 国家媒体的宣传人员在海外可以不受限制的发布和张贴他们的内容 在国内中国则无情的封锁独立报道 审查外国广播网站 并将外国记者从自己的社交媒体网络上封好屏蔽 在这种情况下 我的离开可以看作是一场新兴的极其不对称的思想控制权之争的一小部分 对于优秀准确信息的自由流动来说 这不是一个令人乐观的前景 减少获取信息的机会将削弱我们了解中国真实情况的浓历 同时这也是在利用新闻自由力量来破坏各地的民主辩论 虽然没有简单的答案 而布什总统当时预测的理想主义情景也烟消云散 但是或许也有一些希望 近年来披露的有关于新疆发生的真相的大部分信息 尽管中国将其斥为假新闻 都是基于中国自己的内部文件和宣传报道 在一个大规模监信系统中 在一个现代化数字化的超级大国 不能在网络上留下任何痕迹的这个时代 揭开事实真相的重要新闻工作 将以远程方式从远方继续 我和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一样 现在被迫从台北或者是亚洲其他城市来报道中国故事 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团中有勇敢坚定的成员 他们仍然致力于讲述真实的故事 最值得注意的是 在日益严格的政治控制范围内 还有少数伟大的中国公民 他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想方设法绕过审查制度 做着新闻界最重要的工作 用自己的语言讲述自己国家的故事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武汉封锁初期的很多事情 都来自于这些公民记者 而今天他们正在为这种勇敢付出代价 我能够甩下离开便衣警察 在北京机场的出镜大厅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而在新一轮的全球思想战役中 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是中国的公民 因为说真话而继续面临着最大的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